打开电源总开关 电源只剩下电器 打开泡沫及水液未济开关 是否液量充足 关闭水罐进水阀 关闭消防棒雨水球阀 关闭真空棒球阀 关闭消防棒出水阀 打开水罐出水阀 打开消防炮球阀 打开泡沫 打开泡沫引水阀门 打开泡沫 或出液阀 根据不同消防炮名牌型号 来调整手柄 不同的参数 如消防炮名牌型号PL32 则调整手柄至32 如消防炮打唇水 请关门 请关闭如图锁是三个阀门 保证吸水管门盖抠紧 启动底盘发动机 踩下离合 打开取力器开关 缓慢松开离合 注意挂取力器前 需确保车辆气压 大于0.6兆帕 调节手油门 使转速表指针 保持在2000至3000转 控制压力表 压力在1兆帕左右 泡沫泡开始出水 中文字幕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消防车工作中 注意观察泡沫及水液未济 当油仪表指针位于最低时 及时踩下离合 摘下去力器 关闭灌体出水阀 打开泵雨水阀 打开水罐及泡沫罐 排污阀 成立消防车 保一方平安 欢迎国内外嘉宾朋友们 放心采购成立消防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